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月7日 利物浦是拿狼队泄愤 周日凌晨4点 英格兰组总杯第三圈上演多场较量 其中利物浦主场迎战狼队的比赛较位引人关注 利物浦急需用一场胜利来发现怒火 此番面对实力较弱的狼队 相信他们不会手下留情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利物浦在世界杯结束后的英超圣诞赛程中 表现不俗 分别击败阿世东·维拉和里斯特成路的两连胜 球队也看到了追赶前四的希望 可惜在上仗做客挑战宾福特的比赛中 利物浦出人意料地以1比3落败 加上排第四位的曼联迎波 双方的分差再一次拉大到7分 来借欧冠联资格似乎离红军渐行渐远 在此情况下 利物浦迫切需要用一场大胜来发泄心中怨气与重振军心 此番英格兰祖总碑与弱旅狼队相遇 利物浦必定会大开杀戒 虽然主帅高普 示意轮休 部分主力的可能性极高 不过即便穆罕默德·沙拿等人轮休 半主力出战的红军 依然拥有较强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 上仗虽然输波 但也并非没有亮点 那就是攻击手阿利斯奥斯利章·伯伦迎来为红军出战的第一百场英超比赛 而他也用进球来为这个里程碑时刻锦上添花 另外 据利物浦官网日前表示 东窗新园高迪加普已经完成注册 很有可能在此次与狼队的较量中完成红军首秀 这无疑相当令人期待 阵容方面 后卫为基尔云迪克和前锋迪奥高祖达等人均因伤缺阵 狼队在圣诞赛程中也开了个好投 凭借后卫雷恩爱特路尼攻入绝杀球以2比1显胜爱滑顿 不过随后他们又被打回原形 接下来的二轮英超只拿到一分 球队表现令人失望 目前狼队18轮英超只录得三胜五和十负的劣迹 暂击14分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二位 球队面临沉重的保足压力 薄弱的攻击力是狼队的致命弱点 赛季至今他们均场景攻入0.6一球 是联赛中攻击力最弱的队伍 不但阵中仅有5名球员有贡献入波 而且入波最多的也只是攻入4球 攻击火力之弱可见一般 狼队历来对英格兰族总碑投入的经历不多 过去三届他们分别在第四五三圈出局 如今在要全力户籍的情况下 相信球队更加会在此项赛事中出攻不出力 更何况金账面对的是未免冠军力物浦 狼队恐怕只能打定输数 阵容方面 前锋百度尼图和沙沙卡拉基西等人 有伤在身不能随队出征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